温馨院作为一家非盈利人教培训机构 自1988年成立以来 致力推动人文教育和人文企业 由于受到疫情的影响 他们转供线上服务 通过自供自己的模式 继续为社会传播爱 你看我们在MCO期间 我们线下课程不能开 我们失去了大概70到80%的收入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线上的课程 也不能折扰我们的收入 我们现在只能折扰大概20%的收入 我们现在在这段时间 其实我们是用文学院的储备金 我们在贴 所以这是我资金展现在对策的部分 因为毕竟我们是自公自给 我们收到的捐款是进基金会的 而基金会没有付给我们文学院团队的薪水 因为文学院没有收入 我们没有办法请人上线 我们在找那些愿意帮助文学院的 尊敬有这个需求 因为我曾经在里面服务过嘛 所以我知道文学院它可能在这个期间 因为我们做很多 以前做很多线下课 线下课的时候呢 在这个时候肯定会很多的这个情况出现的 所以刚好 诶 文学院有这样的一个平台空间 刚好需要这样的资源的话 那这能力上我是可以做得到的 所以我就说奉献出来 因为文学院奉献给大众嘛 那我没有办法做到这么厉害 那我奉献给文学院也算OK啦 我们的团队本来就是一两只小羊羊小兔子这样子 然后现在拿起要打赞的时候 大家也蹦蹦蹦蹦蹦蹦蹦 看谁最厉害的 我们我们整个线上的是 KL分院的主任 明珍老师是强的 我们就以他为主帅 由他打头阵 都是他的直播 那时候他在MCO期 他讲了9场啦 然后后来MCO就是说5月13号回来 所以我才帮忙去讲那一两场 就让主帅上阵了 我就去旁边做统筹啊这样子 所以我讲一步一脚印哦 对我来讲也是个鼓励 不管是念就是咨询 就是说公益的咨询 可以摆到摆到线上 然后呢通过那些父母的 或者是中小学班的孩子 也可以摆到线上去 包括我旗馆也可以摆到线上去 对我来讲啦 KL我比较容易满足 我觉得还是一个还好的开始 好了 我们现在在MCO算一个很大的突破了 只是可以考上线上 很多人走不上线上 甚至很多我相信在培训 培训的你说个人的还好啦 但是团队的 你说小团队的 可能很多都已经撑不住了 尤其像那种安心班啊 教育儿小孩子的 学生类的很多可能都撑不住了 虽然他没有面授那么的直接跟亲切 但是另外一个好处就是 没有地区的限制咯 所以我们这个幸福家庭讲堂 我们有来自不同国家的朋友会参加的 这个是一个他美丽的地方 有松露的那个线下课程 我们暂时还是会要静观其变 因为现在有的人他还是觉得 可能不大想要让孩子来群体接触 我相信我一直都是文心院的一个引游 尤其现在MCO更加是一个很大的大件事情 但是如果走过之后 它就变成故事了 就像我们12年前 文心院将面临要关闭的时候 真的很大件事 可是走过去的时候 你看院长的字段里面 他就把它当成故事来写 所以走着走着 只要坚持走下去 大事可以变故事 文心院讲的爱不是文字上的 是有温度的 希望说文心院可以继续发挥这个有温度的爱 让更多人可以感受到爱 谢谢 谢谢大家 Hey, this is Haas and it's time for the Ramen Raiders Top 10 Instant Noodles of All Time 2020 Edition So these are my favorite 10 varieties out of the over 3,400 reviews I've done to date All varieties are scored based on the product nothing that I add in I'll have a couple little announcements to let you know about at the end of the list so stay tuned All right, let's check out the Ramen Raiders Top 10 Instant Noodles of All Time 2020 Edition At number nine, we've got a newcomer from an old favorite This is MyKuali with their white fish broth noodle Now, this is definitely a departure from what I'm used to seeing from them Usually it's all spicy This one is not so spicy It does have a little bit of garnish that does have pepper rings in it that add a nice little heat but it's almost like a chowder like a salty kind of fish chowder The broth is milky and white and it of course goes with their noodles which as always nice and plump nice texture to them This one's out of Malaysia and it's absolutely wonderful This was a great surprise this year and I'm really stoked about it All right, well hey This has been Hans the Ramen Raider wishing you enjoyment of your noodles each and every day Have a good one Bye